好各位学员大家好 呃吴老师辉克斯呢 今天来做这个命理探员 我们来做这个关于呢 命运风水呢 这三个东西呢 它的来由是什么 并且呢 如何透过命运风水呢 来要了解呢 自己一个人的这个流年气场的走势 那命是什么 运是什么 风水是什么呢 那到底它对我们的人生价值呢 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有人是这样说的 三分踢注定 七分靠打拼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这句话是真的吗 这句话是真的吗 这句话呢 事实上呢 是后人呢 为我们的这个命运做添加 原则上呢 这个命运风水呢 是无法改变的 命呢代表什么意思呢 命呢代表是一个人 一出生就决定 就是出生就决定了 出生就决定了 出生 叫做老头是被离命 那这个呢 叫做呢 你一出生的时候呢 感应天地之内的气场 阴阳交构之后呢 所产生的结果 这个呢 是天已经注定了 那运呢 运代表什么意思呢 运代表一个人呢 这个生命历程 或叫做生命运程 那这生命历程呢 跟生命运程呢 都从哪里来呢 他是从一个人的出生 所推演而来的 一个人呢 一出生之后呢 从哇哇 咕咕醉地 哇哇醉地的那一天起 他吸收了天地精华中的第一口气 他的运气就出现了 他的运气就出现了 生命就在一土一息之间嘛 生命都在一土一息 生命的稀土 叫做命运的存续 那在稀土之间的运作呢 叫做运气的展现 所以呢 这个命跟运呢 他基本上呢 已经 已经什么 已经决定了 那再来就是风水了 风水是什么意思呢 风叫做风的流动 水叫做水的流向 这两项呢 叫做流动的意思 意思是说风水是会动的啦 就像南半球北半球 他所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风代表是空气啦 人呼吸进去的空气 有没有很重要啊 很重要啊 南半球的人跟北半球 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嘛 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啦 台湾人呼吸的空气 跟日本人呼吸的空气 是一样的吗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喔 所以风呢 他讲的是流动的空气 所以吸什么样的空气 长大的人呢 样子会不太一样 好 再来水 水就是流动的水 可以喝的水 喝地下水长大的人 跟喝这个自来水长大的人 跟喝矿泉水长大的人 有一样吗 也不一样啊 所以呢 很明显的可以知道呢 风水这个项目呢 他表示是一个人 呼吸之外呢 他要 呼什么样的空气 喝什么样的水 这个原则上呢 也是很难决定的 很难决定的 这个跟一个人的国家 身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 风水它是跟家庭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在讲这个三分T注定 七分靠打拼 真正是三分天注定 七分它没有 没有 事实上呢 这个都说风水命运 都是百分之百固定的 后天的人呢 能够在做的呢 其实是有限的啦 有人会这样子说啦 那如果我的命令 我的命不好啦 我的命不好 有人就说 S就觉得我的命不好 那命不好怎么办 我可以来逆天改命 逆天改命 常常听到有人说 我不要像命运做低头嘛 我要逆天改命 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啦 原则上是不可能 怎么叫做逆天改命呢 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 的一个国家 我们很重视伦理啦 伦理 伦理制度 伦理制度 不论怎么样 我们都还有上下阶级 我们都还是有这个 有这个天地君卿师 我们都还有这个天地君卿师的存在 再怎么样呢 我们都很难 真的去做到逆天改命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是叫做 顺天父 跟逆天父 听起来好像很老口啦 顺天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随顺 你一生下来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家庭状况 你的父母亲情况怎么样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的人生际遇呢 我都要坦然的接受 叫做顺天父 顺天父 坦然的接受 什么叫逆天父呢 天父就是一个人一出生之后呢 他就大概决定了 大概决定了 他的智力有多少啦 他喜欢什么样的项目啦 或者是他对于他的人生未来的取向呢 大体上呢 大体上呢都有一个简单的设定 大体上就有简单的设定 有人讲说男生就是数学可能比较好啦 女生可能就是图画语言比较好啦 这个都可能是一种天父的训练 那逆天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说男生只能 男生只能说做数学啦 或者是做开车啦 做这机械类的嘛 不一定啊 他也可以煮饭啦 你看很多大厨不是都是男生吗 是啊 难道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师 设计师打电脑的设计师 只能是男性吗 也可以是女性啊 你看这个苹果的这个执行长呢 也是女性 所以呢没有分男性女性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呢 这个天父的这个设定呢 也不一定 重要的是呢 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要如何去创造 我还是怎么样创造我的天父 如果我是一个 这个算命算下来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那事实上你把他改勤劳之后 或许就有一个不好的 一个不容易的 不容易或是不同的现象啦 如果做出来说 我天父就是一个很脾气暴躁的人 那这个脾气暴躁 如果把它改成温和呢 会不会对我们的命运 产生一些不同的些微的影响呢 相信我们各位学员的 非常的聪明 一定知道 这句话所代表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要先知道呢 我要怎么样能够顺天 我要怎么样呢 能够逆天父 我要怎么样能够顺天 让自己的生命迈向富足 我要怎么样呢 来逆自己的天赋 让自己呢 有机会继续前进 不是说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啦 我们应该改成这样 只要我应该有什么可以不喜欢 这两句话是差很多的喔 一个是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另外一个是 我只要我应该 有什么不可以 这个是差很多的啦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 或者是我应该 我们把这个 两个东西呢 能够思考一下啦 你看喔 例如说我讲个案例 这个天地军事里面的青 天生 天地军事里面的青 青跟思 青 我先讲青好了啦 青就例如说我父母亲嘛 我喜欢孝顺父母 这句话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做得到 我喜欢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吗 那其次呢 我应该孝顺父母 这件事 那到底是我喜欢孝顺父母 还是我应该孝顺父母呢 好 那再来这是老师喔 老师的 我喜欢这位老师 我喜欢这位老师 怎么听起来像怪怪的 我喜欢我的国文老师 我听起来怎么好像怪怪的 我应该跟着我们国文老师学习 我应该学习英文 我应该学习数学 跟我喜欢英文 我喜欢数学 好像有点点不一样喔 好像有点不一样喔 这两个地方喔 这就叫做一个人的价值观 这个呢 就叫做一个人呢 的天赋系统 我喜欢 我喜欢叫做天赋 我喜欢做什么事情 我喜欢 我应该叫做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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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呢就先简单的 用这两个案例 跟这两个例子 来跟我们大家说明呢 命 事实上呢 他是一个已经被设定的系统 所以我们要了解啦 玩游戏要知道游戏规则 我们出社会也一样啊 要了解这个社会的伦理 真正要这样子逆天改命的人 真的很少 万中选一 可能百万中才只有一个而已 我们多数的人都还是呢 相对来说比较平凡的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要怎么样呢 在我这套系统里面呢 把它打造的很顺畅 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来做说明 这个叫做 关于一个人 关于一个人的这个命 一个人的命 好 那至于命呢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看呢 至于命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看呢 这就有这就有这些可以探讨的地方了 我们命呢 有几个学派啦 东方学派跟西方学派 东西两种学派 东西两种学派 那东方呢 东方的命理学呢 分成这个太阳跟太阴 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太阳就是说呢 以立村 以农民立宗的立村呢 作为分界点 以立村作为分界点 那这一个呢 所推演出来呢 叫做子平八字 这子平八字的特点呢 就是他有什么阴阳五行 他有阴阳五行 他的特色就是他是阴阳 他有阴阳五行 所以我们可能会听到呢 木火土金水啦 金木水火土啦 那不管是木火土金水 金木土火土啦 土火木金水 都一样 这个都叫做太阳立命的 他就是透过立村呢 来推演出八字的系统 透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 来推断一个人的阴阳五行 那太阴立命呢 他以什么呢 他以农历 他以农历 官日月星斗 所以呢 我们说说这套系统叫什么呢 叫做子微斗数 就是天上有十四颗星呢 绕着这一颗叫做子微星 十三颗星 十三颗星绕着这个子微星呢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系统 所以他天上有天二十八星秀 来配合呢 一个人的这个命 一个人的这个命 所以呢 从这里面呢 他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学问 但事实上呢 他都是叫做推命数 他都是把我们的命运呢 做一个这个 推演跟发展的一种方式 那到底子平八字比较准 还是子微斗数准呢 只要是跟你命运相关的事情 都准 只要是跟你命运相关的事情 都准 我们在推动呢 这个命运 他事实上是两块所组成的嘛 先推出你的命 然后其次呢 再来看你的运 就是命是准的啦 那运准不准呢 就是看推动的这个状况 推动的状况 那再来西方呢 西方就更多了 西方就更多了 西方呢 有什么呢 西方有星座学 西方有星座学 那星座呢 有十二星座 或十三星座 十二个星座 那星座呢 他会产生出什么 星盘 星盘 非常复杂 这星盘也是非常复杂 他可能会跟我们的血型有关系 可能跟我们的血型有关系 好那这个是 十二种星座的星盘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有没有其他呢 有 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玛雅推命学 玛雅人呢 是非常 非常 非常有名的一个 一个文化 他推算术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是在第五太阳历 那这个玛雅推命学呢 他是透过呢 这个他们的一些 奇老 口耳相传呢 推出每一个人呢 在天地间呢 所代表的能量磁场不同 那以这个能量磁场不同呢 去对应呢 我们应该要吸收 或者是哪一种 这个命运的变化 就是玛雅推命学 那不论呢 他们是用星座学 还是玛雅推命学呢 万变不离其中 他都要什么呢 他都要你的出生年月日 他都是要透过出生 的年月日 他都要出生年月日 那在这个 东方的推命学里面呢 他更精准跟更细呢 他要多了一个什么 时程 他要多了一个时程啊 就是增加了时间 你出生这个时间 出生这个时间呢 进去之后呢 他所推出来的这个命运呢 更更精准 或是更仔细 更精准或是更仔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透过这个命啊 透过这个命呢 来衍生出东西方 那其实呢 有人会讲说 那我是东方人 我要用东方算命方法啦 我是西方人 我用西方算命方法啦 不论你是用哪一种算命方法 其实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人一出生 事实上很多东西都决定了 你的肤色啦 你的家庭啦 包含你的血腥 包含你的DNA 事实上这个都是无法改变的 事实上这都是无法改变的 能变得真的非常有限 只能变得非常有限 有变的就是可能说 我的这个孕啊 我就是跟你在借孕嘛 例如说 我是东方人 我就是到西方国家去接受寄养 那当然你可能就会抄着一口很流利的英文 但事实上呢你的肉体 你的主宰的这个命体 还是东方人的血液 那再来这就是 再来就风水了 就是我可能吃的比较好 用的比较好 吃穿用路用的比较好 那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命运呢 做一些分数的调整 让自己可以做这个分数的调整 但就是 我们没有讨论那么多 也没那么细 我们就主要呢 以这个命理学的这个推命学呢 来跟我们大家来做说明跟报告 那我们之后的课程呢 也会主要呢 在命这个地方呢 来作为探讨 命这个部分来作为探讨 好 那再来我们就讲运了 我们再来就讲运了 运呢是什么意思的 运是什么意思 运就是气 刚刚有介绍的运就是气 我们从一个人的出生领月日呢 做出产生跟变化之后呢 我们就来知道呢 这一个人的运气状况是什么 运气状况是什么 那吴老师会客室呢 主要呢是透过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用五行八字 我们要吴老师会客室呢 我们主要的这个推命学 推命学是用 是用这个八字 是用八字 子平八字 子平八字 或者是五行八字 这两套学问啊 我们比较少在讲 什么门派八字 或者是这个神煞八字 那有兴趣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再来做探讨 那子平八字呢 是这个许子平先生呢 所创出来的 透过年月日 再加上一个什么 时辰 他多了一个时辰 多了一个时辰 他可以推出呢 这一个人的一生运程 一个人的运程 所以呢 他的这个命盘方式是这样子 这边就是年 这边就是月 这边就是日 这边就是时 这边就是时 那过去的人 过去的人 过去的人呢 因为 没有时辰这么细 没有时辰这么细 所以在推年月日的时候 就已经很准了 就已经很准了 所以就有人说 哎呀你这个人是冲泰税 犯泰税 等等的什么 这样的现象 那就是一个人的出生为主 一个人的出生为主 那随着这个子平先生呢发现 事实上这样子 还不够细致 他又在 把这个年为主的 条件变以日为主 时呢作为分界 所以呢 日主日主 日主日主 就是以日为主 我们就说叫日主 那除了日主以外呢 还多了一个月 月 月就叫令 月就叫令 令是什么意思呢 令就叫法号施令 就是呢 一个人的日主 表示一个人的外在特性 他一个人的外在 外在 外在就是显的意思 外显 他外在呢 显现出来的样子 例如说呢 阳天干的人呢 他就比较像男生 阴天干的人 就比较像女生 或者是阳天干的人 就比较刚强 阴天干的人就比较柔弱 就是比较柔顺的意思 就是这个是 他在 我们在做这个子平推并的时候 发现的 这个地方呢 他表示他外显的特质 就叫日主 也是一个人呢 这一辈子呢 他会发生的状态 或者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事项 那月令呢 令是什么呢 令就是 他叫做内藏 就是呢 藏在什么 内心世界里面呢 不予人知 不告诉别人 或者是连他自己 都不太清楚的地方 这就叫做内藏 外显加内藏 那一个人呢 内外呢 如果一字 或是内外呢 有没有产生变化呢 这个可以 透过这个五行八字学里面呢 来判断 例如说 木型的人 他在土型的个性 木型的人 他在火型的个性 木型的人 他在金型的个性 木对于日木火土星水呢 这些橡木上面呢 所产生的阴阳深刻变化 那这个呢 我们等下再介绍了 我们等下再介绍 我们先从这个 外显跟内藏呢 来做判断 再来呢 就是 每一柱所代表的时间 每一柱所代表的时间 这个说法呢 一共有三种 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一个叫做 因为以前的人 只有年月日 来做判断 以前只有年月日 来做判断 所以每一柱的公位呢 每一柱的公位呢 每一柱的公位 代表20年 每一柱代表20年 这个就是 0到20岁 21岁到40 41岁到60岁 41岁到60岁 那这个就是 10呢 如果有10的话 就是60岁以后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因为呢 这个天干地支呢 是以甲子到魁亥 天干告地支呢 他所判断的 这个时辰的变化 是从甲子年 一直到魁亥年 十天干加十二地支呢 他所组成之后呢 最小功倍数就是60 就是60 所以呢一个人 年月日走完之后呢 是60年 是60年 所以从这里面呢 就判断出 大概是这样 年上面的字 所代表的就是 一个人呢 0到20岁 月代表的是 一个人21岁到40岁 时呢 日代表的是 41岁到60岁 那时呢 后面就是60岁以后了 这是第一种说法 这是第一种说法 那这个 我们可以来参考看看 参考这个方法呢 适不适用 那我们呢 比较常说的 比较常说的是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他叫做呢 8864卦 8864卦 命理呢 是从易经来的 命理是从易经来的 我们透过64卦的卦别呢 排出 八字 原来是八个字 八个字 那88可以产生64卦 88可以成64卦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每一格 所代表的都是八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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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组 每一组都是八年 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64年 论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有人说呢 超过六十岁以后呢 就怎么样呢 六十而而顺 六十岁以后 就不用再算命了啦 就是别人在讲什么东西 就是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了 就是 以前人在讲这个 以前人在讲的这个 就是什么 二十是落冠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而重新所欲 而不欲举 那这个是孔子在说的啦 我们 在这个批八字的时候的论断 这种第一种说法 就是刚刚说 每一柱代表二十年 那第二种说法就是 每一柱代表六年 六年 那我们经过验证呢 跟吴老师讨论之后呢 我们发现 这种说法是其实是比较准的 这种说法是比较准的 六六 所以就是 第一柱代表是 零到十六岁 再来是十七岁到三十二岁 那再来是三十三岁到四十八岁 那这个四十九岁到六十四岁 这样子作为一轮 那六十四岁以后呢 六十四岁以后呢 就反过来走年柱了 有人是这样说 就叫老人 孩子 就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 老还丁 年纪大了之后呢 颠倒过来 又从年柱继续走下去 又从年柱继续走下去 这种说法呢 我们都来参考看看 这种说法都来参考看看 毕竟这个 还是呢 表示是一个人的命盘 一个人命组所代表所有的东西 前面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就是 这个就是真正要打拼的部分 真正要为自己的出生年月做主 年呢 他所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年他代表的是呢 长上 或叫主业 一个人呢 八字的年 他所代表是他拥有什么样的父母 或是他拥有什么样的阿公阿嬷 他家里面没有动产不动产 他的父母亲呢 是做什么样的行业 他的祖父祖母代表什么样的行业 这一注是非常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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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排出这一注呢 是对这个命组 日主有助的 大部分他的父母亲呢 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好的 甚至他的阿公阿嬷祖辈都是很好的 那如果他排出他这个主业这个地方呢 他拥有库 就表示呢 他会流到不动产 他会流到不动产 也很棒 也很棒 那月呢 所代表什么意思呢 月他通常代表是什么 代表父亲母亲 或者是兄弟姐妹 你说 这边不是也是父母亲 这边也是父亲母亲吗 对没有错 因为现在的人 跟以前人都差不多了 真正17岁就可以当家做主吗 没有 有没有32岁还在家里面的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所以呢在这个 日月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跟你最相近的那一个人 跟你最相近的那一个人 通常是就是你的父母 通常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通常就是父母就是兄弟 日月和其名 就是这个 所代表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包含你的父母亲 包含你的父母亲 那这个内藏呢 就是你自己的内心 内心世界 你自己才知道的 自己才知道的事情 自己才知道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这个 叫做外显 这个外显 这个叫做亲 这边写亲人 写亲人 写亲人 那这边 这边就是 这边外显代表你自己 那下面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 创业 这一株就写很多了 这一株代表是什么 代表创业 创业 一个人呢 会不会创业 看这边 看这边 他有没有创业的打算 那还有呢 配偶 一个人呢 他什么时候结婚 结起次婚 他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 从这个里面来看 还有一个人呢 他的饥饿 饥饿就是一出生了之后 就会得到的疾病 并且呢 他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死掉了 因为这件事情死掉 所以这个呢 就叫做命源 一个人的命 一个人的命 真正会 因为这个疾病死亡的病 就在这里 就叫疾病 就叫疾病 所以呢 这几株 都还蛮重要的 那至于石柱呢 有人说我石柱不准 出生的时候都这么搞不清楚 我是白天还是晚上 然后太阳快下山 还是快阳没有下山 没有关系 石柱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石柱所代表的是他的事业 事业 他的事业 那什么叫做事业 上班不算事业 去给人家打工 那不算事业 是真正 他是有去开创的 真正是有去开创的 才叫做事业 他的事业 并且呢 还有什么呢 他的部署 属源 他的部署 属源 一样啦 你在帮老板打工 然后什么属源 除非你身到主管 所以呢 这个石柱呢 就可以判断什么呢 你有没有办法当主管 或者是在公司行号里面呢 你所担任的职务 那这样子石柱有没有很重要 其实也蛮重要的 还有呢 一个人的子席的兴旺 他有没有子嗣 会不会生小孩 或者是呢 有生几个小孩 小孩子听话不听话 还有他的晚年啊 他的晚年呢 他的晚年到底是荣 乳 还是凄粮 还是富贵 所以呢 对一个人来讲 对一个人来讲呢 这一套八字 所运用的这个学问呢 真的是天包地包 无所不包 那 呃 简单的 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 简单的跟大家说明 从这个年月日食 从这年月日食 有八个字 这八个字 所代表的长上 主业 亲人 然后呢 他内在特性 外险特质 创业配偶集二 事业部署跟指示 那这些东西呢 到底准不准 这些准不准呢 其实都有参考的意涵 对我们来说啦 对我们来说呢 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前进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只要是帮助我们前进的 就是好方法 那这个叫做命 这叫做命 那除了这个天注定的命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打拼些什么 还可以打拼些什么 那这就叫做运 这就叫做运 运 运所代表的呢 运所代表的就是会变化的吗 或是代表气 运所代表就是气 或是代表运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什么呢 我们呢叫做大运 一个人出生之后呢 就会产生大运 大运 但是大运呢 是十年一大运 从这个八字里面可以推算 可以推算呢 一个人 什么时候起运 是一岁 两岁三岁 四岁五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看他什么时候呢 他的大运启动 那大运启动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运呢 他所代表的呢 就是影响他的八字的其他的气场 大运就代表影响他八字的其他气场 这叫做大运启动 那还有呢 还有就是流年 流年呢 所代表是什么呢 流年所代表呢 是他每一年 他要记录或是学习的技术 每一年 我们就这样 这就是 一般流年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讲三年一运 什么叫三年一运 就是 流年是这样子分 从甲子 一直到奎亥 这是大家都一样很公平的嘛 那甲子下一个呢 甲子的下一个呢 叫做乙丑 乙丑的下一个呢 叫做 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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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执丑以卯成数为生有虚害 这个 一二三 这个走过去 那三的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会对日足产生影响 这个字也会对日足产生影响 这个字也会对日足产生影响 那不论产生什么影响 通常呢 连续三年都是不好的 如果遇到不好 连续三年不好 如果遇到好 连续三年好 所以我们叫做三年一运 等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再 会后呢 我们再继续呢 从这个三年一运里面 再继续做详细的介绍 我们就讲运 这个 一二三 三年一运 三年一运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流月跟流日 这个哦 就很细的哦 流月 跟流日 流月跟流日 什么意思呢 一年里面有十二个月 这个有十二个流月 那一月的里面呢 一个月里面有三十天啊 日 十二个 十二个月 这十二个月 三十天 三十天 这个流月跟流日呢 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人呢 不可能每天心情都很好 不可能每个月的事情都很顺吗 你确定吗 你认 你认为是吗 我认为是啊 所以呢 在这个流年里面 这个流年里面呢 有十二个月 是 分布不同的气场 有十二个月 分布不同的感受 十二个月呢 分布在不同的 这种能量 那这十二个月里面呢 每一天 每一天呢 他所产生的气场 都不一样 我所产生的气场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 人生是不是很奇妙啊 非常奥妙啊 那我们学了八字之后 或是学这种命运科学之后 就不是把自己套入在那之中啊 而是说 我掌握到自己能够开运的守则 跟密则 跟密心 并且呢 来自于为自己的生命呢 冲造更有价值的空间 所以 我知道流年 我知道大运之后 我又知道流年了 我又知道流月了 我应该怎么样呢 帮自己呢 站立在一个平台 一个空间上 不要说这个 明明这个 这个月就是要换工作的啊 还没有把握就把工作换了 明明这个 今年就是要离婚了 还没有把握就离婚了 那这个不就是不好了吗 这就是 这就是呢 让这个命运呢 给它展现出来 让这个命运呢 走向一个 自己可以预期的结果 那这可能不是我们要的 有时候是情绪上的冲浓跟波动 也有时候呢 可能是流年不利 有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流年不利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透过这个方法呢 来做调整 来做调整 那 调整 就是叫做开运 调整就是要开运 那开运呢 就有分了 内在开运跟外在开运 我们就特别再讲这个运 我们特别讲这个运 运就是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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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就有分外在开运跟内在开运 外在开运代表什么呢 叫做食衣住行 就是一个人 吃饭 穿衣服 睡觉 行动 都可以开运 都可以开运 怎么这样的说呢 食 食就是吃什么东西 你可以锦韵玉食 也可以出茶淡饭 是不是锦韵玉食跟出茶淡饭所产生的气场都不一样 是的 所以吃可以开运 吃可以开运 那一呢 一就是穿衣服啊 你看一个业务呢 他穿着这个吊嘎跟拖鞋 去老板那边谈case有可能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名不服食啊 名不服食啊 所以衣服可以展现一个人的什么 行为 衣服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气场 衣服可以衬托一个人的个性 衣服还可以衬托一个人的什么呢 能力 衣服 所以 住 住就是住什么地方啊 住就是住什么地方啊 就是说我住台北A01 跟我住这个 水上公园 那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住也是一样 他也是在衬托一个人的气场 住也是在衬托一个人的气场 所以住什么地方 住什么方位 我要睡什么位置 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能量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气场 那行呢 行呢就是 我要怎么行动 我要怎么去做我的行为 例如说 一个人呢他八字没有异马 没有异马怎么办 他就不想出门 不想动啊 那你可以买一台车嘛 可以买一台车啊 以前呢 这个行呢所代表的是 八字没有异马 你走不了很远的地方 那现在怎么可能走不了很远的地方 有没有这么多交通工具 骑摩车可以到 开车可以到 坐火车可以到 坐高铁可以到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财来开运嘛 钱可以开运啊 收入就可以开运啊 好的收入是不是吃不好的东西 好的收入是可以穿好的衣服 好的收入是不是可以呢 住好的地方 好的收入呢 是不是可以换比较好的这个移动工具 是的 所以呢跟收入有关系 外在开运 开运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收入 提升收 提升收 那内在开运呢 好 内在开运呢 就是戒 戒什么呢 戒 怨 恨 怒 恼 恼 烦 好 戒 戒就是不要有这些东西的意思 戒就是不要有 不要有 不要有什么呢 不要有埋怨 埋怨 埋怨就是这件事 哦为什么是我 这就是埋怨 恨就是可恶 这个人就是可恶 恨的牙羊 怒就是 很生气 怒就是很生气 腦就是 跟你没关系的事情 你又把他烦恼的很 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要惹祸上身 那烦就是呢 还没有想就觉得很啰嗦 烦就是很啰嗦 所以在这里面 戒 戒怨恨怒劳烦 这个当然是不容易 当然是不容易 但是论语有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来戒这个 怨恨怒劳烦 指指开宗明也有告诉我们 论语有说呢 用 用什么呢 这个 那个 敬 敬 不是我对不起我讲错了 是用那个叫做 定敬安律德 定 敬 安 律 德 好 论语了 孔子教我们 怎么样来戒除 怨恨怒劳烦 是用这个定敬安律德 定而后能敬 敬而后能安 安人后能律 律人后能德 这个是孔子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呢 他想要 发火 或者是他想要埋怨别人的时候 他可以先用这个定的功夫 就是我先呢 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看看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看看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怨气会下下来 怨气会下下来 我觉得蛮神奇的 那再恨呢 我们对一个人很恨 或者是对这件事情 无法解开这个痛苦的时候 可以先想想看 我静下来想想想看 真的 这么可恨吗 真的这么可恨吗 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 在我面前断气了 或是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 在我生命中消失了 我还这么恨他吗 嘴巴讲很简单 这是我们要修炼的功夫 那怒呢就是 怒就是发火的意思 怒就是发火的时候 你会想说 我发火我会心安吗 我发火我可以 可以让自己呢 这个安定下来吗 我发火可以让一个人 觉得有安全感吗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发火吧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想想看 什么方法 可以让对方取得信赖 可以让自己 取得安全感 那脑呢就是 烦恼的意思 脑就是烦恼的意思 就是思考一下 就是我多多思虑 这个思虑 当然是有方法的 这思虑当然是有方法 有人会说用画图的方法 找出一些科学的工具 那德呢就是 烦就是他没有方向 烦就是他没有方向 德就是说 我要在哪个地方 得到什么样的目标 目的 先定出目的之后 你就不烦了 你就不烦了 所以我们在讲呢 这个内外开运 内外开运 就是在讲呢 外就是你要想办法赚到钱 外就是你要想办法赚到钱 内就是我要修 内修什么呢 修定进安律德的功夫 所以你看啊 我们在讲改命运有这么简单吗 改命运有这么简单吗 钱有多少人为他烦恼 人为财亡 鸟为财 鸟为死亡 人为财死吗 你看 讲很简单啊 问题做不到 再来是 这个叫做 内在开运 讲很简单啊 问题做不到啊 所以你看 我们在讲啊 一命二运三风水 命运怎么改啊 命运怎么改 改的方向真的是 有方向很困难 有方向是很困难的 还是重归那一句话 老天爷告诉我们什么 三分听注定 七分靠打拼 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学习 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真正让自己变好的方法要学习 真正让自己变好的方法呢 要认真 要认真 好 这个是内外开运 内外开运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讲风水的问题 再讲风水的问题 这个风水的问题呢 就不是 不是 不是我们这个 一堂课两堂课呢 可以说明完的 不是我们 一堂课两堂课就可以说明完的 因为风水呢 他影响到 三代人 风水影响到三代人 风水呢 分阴宅跟阳宅 这个阳宅是什么意思呢 地面以上的叫阳宅 地面以下叫阴宅 所以呢我们现在 很多这个阿公阿嬤阿祖阿婆 他通通都在什么 塔里面 在塔里面 那塔到底是阳宅还是阴宅 我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塔是属于阳宅 他不算阴宅 他在地面以上 他纳的是人的气 他纳的是人的气 所以呢 他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帮助 其实已经不大了 剩下什么功能 塔的功能剩下什么 圣中追愿 饮水思源 塔的功能剩下清明扫墓 所以你会想说 哎呀 我们这个 可以去验证看看 原则上呢 就是进塔之后 进塔之后呢 有人给他做这个念经 回向打扫之后 比较少来托梦 比较少来托梦 比较不会来这个 干扰我们后 在阳间的祖先 但是呢 如果还是埋在地下那些 这常常说什么 哎呀有二房大房的问题 一天到晚去剪谷 或是托梦说 哎呦我觉得好冷喔 烧衣服给我 这个就是 阴仔 以前我们叫做入土为安 以前叫做入土为安 刚刚不是前面有这个定居安律德的安 入土为安 安一样 一样 就是 入土就不会炒你了 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入土之后呢 他会接受到什么呢 他会接受到这个气 风水的流动 那这个风水流动呢 可以旺家族之气 可以旺家族之气 就是 活的人跟 跟不在的人 都可以呢 产生作用 产生作用 他入土为安之后呢 他的神要寄托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神呢 要寄托在 神主牌上面 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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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事实上呢 神主牌跟 入土为安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 在地板上的那些 人呢 我们称为鬼 在地板上那些人称为鬼 能够上神主牌 才叫做什么呢 才叫做仙 我们是不是说 祖仙祖仙 祖仙 神主牌 这个组就是 神 神牌子 神牌子 主就是神跟牌子 祖仙 祖仙 所以呢 能够上 上堂 被后世参拜 就已经是仙了啦 那不过仙跟仙差一点点 仙跟仙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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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在什么 差在功德 所以我们觉得 初一十五要拜祖仙 不是啊 每天都要拜祖仙 初一十五还要烧纸钱 真是麻烦 不是麻烦 不是麻烦 是我们的 我们的祖仙 还没有资格做仙 所以要烧一些过路钱 让他们打通关 所以后世的祖仙 真正要孝顺 是要做功德的 知道吗 是要做功德给我们的祖仙 回向给他 让他早日做仙 这才叫做孝顺的祖仙 这才什么 流芳百事 我才叫流芳百事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的 其实 这个是一些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祖仙呢 能够在台面上被参拜 他就已经有具备仙人的资格 差别在什么呢 功德不够 差别在功德不够 所以我们阳间的后人 要帮他 帮自己的祖仙什么 多做功德 多行善事 多培养他们 能够成仙成佛的机会 所以你看 自古以来所有的仙人 都马是凡人来做 大智 大智佛陀世尊 然后小智 土地公神明 通通都是人来做的啊 哪有直接是 直接变成神仙的 没有 没有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是我们能做的 这一点上是我们能做的 这个也是改运的法则 改运的法则 运在这边 改运的法则 神仙可以帮你改运 神仙可以帮你改运 父母亲都不亲了 要亲什么神明 父母亲都不亲了 要亲什么神明 好 这个叫做阴宅 那阴宅的部分呢 因为这篇不有限 我们就以后有兴趣 我们再来 这个吴老师会科士 找吴老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讲阳宅的 阳宅呢 派别真的非常多 阳宅的派别非常多 我们就不一一细事 跟大家说明 我们呢 大部分用的是什么呢 在明朝以前 我用 用什么 用八宅明镜 八宅明镜是什么意思呢 八宅明镜就叫宅命相配 就是一个人要住什么样的房子 住什么样的方位 跟出生的年有关系 跟出生的年有关系 叫八宅明镜宅命相配 很多呢这个古老的四合院 他通通都是用八宅明镜 来作为这个设定 就是左心龙 右白虎 前朱穴后玄武 这个叫做八宅明镜 这是明朝以前 但我们现在人呢 很难的啦 我们很难有这么大的门庭呢 很难 我们大部分都是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这个公寓 大楼 华夏里面 所以呢这个八宅明镜呢 变得说好像没有那么的 这么的准确 或是这么的适用 这么的适用 所以后来呢 又有一套学问呢 叫做洋宅九宫 洋宅九宫 洋宅九宫 顾名思义就是用在洋宅的啦 九宫 这套学问呢 又称为飞星 飞星 或者是紫白 好 我们说九宫飞星 或叫做紫白飞星 那都是呢 按照和图洛书里面的这个九宫 九个宫位 九个宫位 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 就是用这种 九宫飞星 用这种九宫飞星 这是一只乌龟啦 这是九宫飞星 透过这个九宫飞星的方式 透过这九宫飞星的方式 来判断一个人家里面的 洋宅的状况 那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他其实他也有流年 他也有流年 流年的状况 飞星飞的位置 飞星飞的位置 那这个洋宅的九宫飞星呢 跟洋宅的紫白飞星呢 所重视的就是 你里面房子里面的气口 一个气口所产生的状况 再来就是飞星飞到什么地方 紫色的星跟白色的星 飞到什么地方呢 那个地方所产生的 这个吉凶或福 产生的吉凶或福 那我们就 在吴老师会课室里面 吴老师会课室里面 最讲究的呢 就是在讲这个洋宅的九宫 一间房子进去之后 我们吴老师会用这个螺盘 帮你把这个洋宅呢 做个定位 定位完之后呢 看你的飞星盘 再看你的紫白飞星 每一年都有些变化 每一年都有些变化 那原则上呢 家里的方会是不动的 坐南朝北 坐北朝南 坐西向东 坐东向西 是固定的 那星星飞进去之后 所产生的结果呢 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 那有兴趣的部分呢 我们再请吴老师呢 跟我们做说明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从这个一命二运三风水呢 的部分呢 跟我们大家呢 做一个解说啦 那最后再帮大家做一个 一分钟的复习 命呢 一个人出生就已经决定了 改变的空间非常少 那运呢 就是指呢 一出生之后呢 所吸到那第一口气 开始生命的运作 那这个生命的运作呢 可以从这个 零到六十大呢 活得更久呢 我们的气场所运行的东西 就更多了 运场的东西就更多了 所以呢 在这个气里面呢 我们就有什么呢 怨恨怒烦 那透过呢 这个定静安律德呢 来做修行 那外在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透过十一住行 透过十一住行的方式呢 来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有品质 那风水呢 风水讲的就是流动 在住的地方 不在的这些亲人 不在这些亲人 成为殷宅 他们呢 我们要帮他们做累世的功德 提供他们 让他们有一些走路功 让他们有机会呢 乘先做佛 让他们能够来享清福 这个叫孝顺 这叫孝顺 那其次呢 我们自己活的人呢 我们要住的生活 有品质 有品味 那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就从这个酒公飞行里面去找 适合自己的财运方 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气方等等的 来提供我们自己呢 在命运的改革上面呢 或在气运的改革上呢 有更多的帮助 以上呢是我们的介绍 那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来电请教吴老师 谢谢大家